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深日洪峰 都说50mm标准定焦镜头是一个非常适合拍摄人像 然后也是非常适合扫接的一个镜头 基本上新手第一颗定焦镜头基本上会选择50mm这个焦段 所以说50mm这个焦段也是各个厂家 兵家必争的一个地方 所以索尼在上个月又发布了一颗50mm 1.4GM镜头 这是它前两年发布50mm 1.2GM镜头之后的第二颗GM 大家都没有想到它会发这颗1.4的GM 那今天的话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前两天入手的这个50mm 1.4GM这个镜头 它的具体表现怎么样 我们主要看它的加外虚化的一个氛围感 虚化的效果 然后还有各方面的一个表现具体怎么样 OK话不多说 那我们进入实拍座 跟适马50mm1.4D跟这个镜头的评测一样 我先直接说结论吧 这个镜头它的表现 个人觉得是有点低于我的一个期望的 可能是之前我做了50mm 1.4DDN 适马这个镜头的评测之后 对它比较失望之后 对52mm 1.4GM这个镜头的期望比较大 同时这个镜头的话 它的中心画质表现确实没什么问题 中心画质非常能打的 但是它的边缘的画质基本上是崩了 就是在其实在光圈5.6的话 它的边缘我个人觉得崩了 边缘画质比我手上这一颗 适马的我上面1.4D 这个边缘画质要差得多 但是你说就是拍摄 这种大关键定交镜头的话 拍摄人像基本上边缘画质 不怎么考虑的 不是第一考虑因素 这句话确实是事实 并不是我为它洗白 边缘的话 确实是拍摄人像不太考虑的一个点 但是它这个缺陷确实存在 事实就是事实 但是如果你对索尼的镜头有原厂清洁的话 然后又觉得我上面1.2GM这个镜头 大大超出你的预算了 我觉得这个镜头的话还是值得你入的 虽说现在的价格不便宜 9500嘛 但是你等到个半年 一年之后应该会掉到个8000左右 应该还是值得可以入的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它的外观及设计 它这次加入了 就是跟之前24然后35GM定交镜头 不一样的就是光圈锁定按钮 这次是新加入的 就是防止你误触 像之前的话经常会误触光圈环 同时的话其他的设计 跟之前的标准定交镜头 基本上差不多 就是有机光圈环 无机光圈环可以切换 然后自定义按钮 就是横竖都有两个 这些基本上一样 就不再过多的赘述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设计 它这次的光圈 还是11片的一个圆形光斑设计 在你光圈全开的时候 它还是会存在一些猫眼 就是有一些口径石的情况 但是当你把光圈收拾到 2.2到2.8以后的话 它的光圈还是比较圆的 还是表现的可以的 大家都知道索尼的对焦的话 基本上没什么态度好聊的 索尼跟佳能的对焦 基本上是在第一梯队的 大家无庸置疑的 之前我也做了对比评测 它的对焦表现基本上是很快 然后这颗镜头 它这次也还是配备了两颗 XD线性马达 就是在实际我拍摄视频 拍照的时候 它的对焦表现 基本上是非常快的 非常迅速 响应也非常快 对焦这点 大家基本上不用担心 如果你还在用索尼 就是很早以前发布的那颗无双美1.4Z 赛斯内科镜头的话 它的对焦的马达是 环形的超时模马达 它的对焦体验肯定明显是 弱于XD线性马达的对焦体验的 如果你还在用哪款镜头 想体验更快的对焦的话 这个镜头的话还是值得入的 好 接下来我们终点聊一下 这个镜头它的一个光学表现 比如它的一个色散表现 抗炫光表现 还有胶外散景的一个效果 这些光学表现的话 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点 我们先聊一下它的色散表现 在一些高对比的区域 这个镜头的色散表现 还是会存在一点色散现象 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控制的是 相对比较好的 是可以接受的 我也无脑逆光怼着太阳 就拍了一些数字 拍这种极限测试场景 因为之前我试码也测了 试码的就是色散表现一般般 这个镜头的话 就是在这种极限测试场景下 个人觉得它的紫边比赤马雷克镜头还是少一点的 尤其是它的绿边很少 紫边还是存在有 绿边是很少的 比赤马雷克镜头表现的好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抗炫光表现 官方说这次是皮肥的二代的纳尔米镀膜技术 说明它抗炫光控制的还是可以的 尤其是在一些逆光场景 我也测试了 在一些逆光场景的话 它的抗炫光控制的确实还是表现的可以的 但是你无脑怼着太阳 就中午的太阳拍的话 它肯定抗炫光确实还是会存在一点鬼影的现象 但是一般情况下 你不会这么极限的去大中午的怼着太阳拍 对吧 然后我们再聊一下 大家比较关心的这颗镜头 它的胶外虚化表现 就是它的散景表现 个人觉得它的胶外表现可圣可点 过度的还行 但是如果你背景有一些不规则的一些物体的话 像一些树枝 或者是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场景的话 我个人觉得它的胶外虚化还是有点乱 不够顺滑 不够丝滑 它的背景虚化的一个氛围感 肯定是没法跟50mm1.2GM那颗镜头比的 但是基本上也能够满足一般的拍手需求了 呼吸效应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 我们也测试了它的一个呼吸效应表现 呼吸效应它还是会存在 但是好在索尼的GM镜头的话 可以搭配索尼机身的呼吸效应抑制 就可以有效的抑制这种呼吸效应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就是还是不用太担心这种情况存在 OK 看了那么多我对索尼50mm1.4GM的各种参数的测评 以及它的一个实拍 大家觉得这个镜头表现怎么样 有没有购买的一个欲望呢 如果你还在犹豫的话 那下一期视频给大家做一下 我手上的另外一颗 就是试码前段时间发布的50mm1.4 DDN这个镜头跟它的一个详细对比 这个镜头我上一期视频给大家做了评测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两个镜头的一个详细对比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